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理解能源系统的需求测来进行分析具体的数据 看看他们怎么样 同时要看看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被收集 这是我们的议程 当然我们这里的数据可能并不是最精确的 因为新冠疫情对于能源的需求使用有很多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这里主要是谈到疫情之前的情况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请及时提给我 或者是用email告诉我 首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去讨论在部门之下的一些能源需求 首先我们看一下能源系统的就像一个预算一样 是一个互相交织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左边是输入能源 右就像一个预算一样 右边呢就是我们的产出 就像我们的这个支出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投入和产出 才能够理解具体的信息 让我们看看如何在更好的分部门了解能源的使用情况 在IEA的数据中心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四个主要的领域 工业包括制造业和其他的领域 包括采矿还有服务业 还有楼宇建筑住宅建筑 还有呢交通运输业 这是四个主要的分类 在IEA的国家 我们也看到了运输业是耗能最高的产业 占三分之一耗能 之后呢工业呢 耗能是四分之一 然后呢楼宇建筑占耗能20% 服务占15%左右的耗能 所以看到呢我们所有的部门呢 都基本上归类进去了 他们都有重要的占比 而这个占比呢 也主要取决于工业和服务业的水平 或者是运输业的水平 我们肯定会考虑 这些细节就是 哪些部门呢可能会受到了能源影响最严重 哪些能部门可能会有能源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应该可以帮大家 我们的分析可以帮大家解决这种问题 同时也是涉及到一些排放的问题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做的一个分析 就是能源安全 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相关的分析 我们有了数据才能会看到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呢还肯定会 考虑到能效 还有呢采用什么样的技术 以及基础设施和他们的维护这些问题 它也对于 也可能在过去的政策也会有影响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现在分析 来处理一些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 这里呢是涉及到新的IEA近零2050年的路线图 以及IEA做的主要的分析 我们看一下每次减排 每个减排的这个措施 怎么样帮助我们实现近零目标 但是只要看一下 在需求策 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包括呢生活方式 还有呢能效 还有呢很多的一些能源的使用转变 你要看到呢 我们的现在的工具 是不是可以适应新的能源 还有CCUS 所以 能源需求是管理能源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层面 很多的国家呢 也都在建立了能效的一些战略 有些关注的是财生能源 或者有些是能效 有些关注的是数据管理体系 所以数据收集是政策分析的基础 而且呢 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在能源消费方面应该花多少钱 然后能源消费 在我们的总的预算中的占比是多少 这是欧盟2022年的情况 这是很重要的一年 好几个能源产品的价格都有激增 它就意味着呢 我们要应该有常有力的政策回应 来影响到这些 要考虑到这些能源价格基增 对于每天生活的影响 所以需要相关的能源的价格数据 才能够进行分析 另外呢 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详解分析 要分析能源的消费趋势 要关注三个主要的动因 就是能耗等等的动因 这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它的能源的结构 能效等等 这一点呢 比如说我们分析之后呢 可以进行相关的投入 我们一会儿会仔细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IEA数据收集 相关的信息和能效指标 IEA决定呢 在2009年的这个会议上 决定收取具体的能源消费数据 每年 这个行动计划 是IEA的理事会通过的 它的目的是要促进能效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每年都要进行数据的收集 来更好的去跟进能效指标 和消费的情况 所以我们制定了专门的调查表版本 以更好的去检测能耗能效 同时也进行更好的比较 和来保证的数据质量 我们这里主要是致力于更好的 通过一些数据活动来检测能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字塔式的表格 金字表格上面呢 是一些综合的指标 比如说能源强度等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可以就各国进行比较 但是它没有让我们 不可能让我们理解很多的细节 去做这个政策决定 再往下走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数据 它有这个分部门的数据 和年度数据 或者相关的活动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 每度多少吨的产品生产 需要多少的能量 需要多少能量 进行取暖所用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之后呢 采取几个投资和社会措施 来改善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有专门的一个数据库 来分了各个不同的分部门 同时呢 也根据不同的燃料 进行分析 比如说油气啊 或者是太阳能等等 同此我们还收集相关的一些 部门的一些活动的数据 来建立一些指标 比如说这个附加值啊 或者是有多少个住宅 或者有多少个电器数量 我们同时 看到了所有这些数据收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能源分析 或者是去碳化的分析 这是很具体的一些数据 欢迎的声音不是很清楚 我们这里包括61个IA的国家 我们希望能够 越来越多的 触及到更多的人群 让这个数据呢 有更多的代表性 也更完整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请跟我们接触 让我们看看 怎么样能够分享各国的经验 没有任何国家 有所有的问题 各方面各方面的数据 但是呢 我们在对于重要的部门呢 都要收集数据 没关系 所以 So, coming back to this, um, yes, from all of these data collected, uh, 所有的这些数据收集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把它放在网站上,让它能够更好的便利使用。 这是一个我们提供了这座Excel表格, 让我们可以更好的使用进行分析。 我们除此还, 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探索数据的方式,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网络界面, 最后呢,我们还保留了相关的一些文献, 还有两本具体的手册。 现在我们看一下网站,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部门的方法和一些具体的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工业,工业这方面呢, 我们之前谈到了我们有两类数据, 能源的消费数据。 在工业方面呢, 我们看到的消费能分为各个不同的分部门, 这是根据国际行业分类标准来做的。 而在活动数据方面呢, 我们这里包括数据, 还有呢, 附加值, 我们这里有专门的统计附加值。 这是一系列的国家的情况, 它包括的一些分部门, 每个国家, 他们都用了不同的燃料, 它有一般的趋势和国家的特点。 比如说, 我们看到呢, 在造纸领域呢, 他们可能会用更多的生物燃料进行燃料。 这里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主要是, 是让我们理解了选择选择的进展。 对于能源安全分析来说, 也是如此。 之前我们谈到了, 我们可以分, 进行区分, 一方面呢, 是根据工业, 另一方面是根据其附加值进行区分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分析, 包括通过等价购买力, 或者是等等的指标进行分析, 或者是根据产量进行分析。 根据产量进行分析的话呢, 我们要仔细关注, 尤其是在贸易和中间产品之内。 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 很多具体的内容, 就是问题。 而服务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能源消费呢, 可以分为两个方式。 在这里呢, 我们 举的一个例子, 是用楼宇方面呢, 我们包括取暖, 或者是照明, 还有呢, 制冷。 之后呢, 商业方面呢, 我们分成了 以下的部门, 包括零售教育, 还有这个物流存储和健康领域。 而活动方面的数据呢, 我们包括呢, 分成了附加值, 或者是有在建筑方面来说呢, 我们体现了分一个容积率服务等等。 那这是一些服务方面的活动。 这里, 我们看到了, 大部分能源消费呢, 是三个这个分部门所占据的, 包括零售呀, 或者是医疗等等。 而我们这里也看到了服务能源消费的占比。 而这里的我们用的单位是MG, 赵礁。 那有的服务业的能源强度呢, 要比工业能源强度要低。 而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住宅和食物, 食品业的它的能源强度要低一些。 所以这里呢, 主要是跟大家展示, 我们必须要仔细分析, 评取呢, 要选举最恰当的一些指标。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住宅领域。 这里呢, 从借助楼宇方面呢, 我们刚才谈到了, 我们划分为取暖, 制冷, 或者是烹饪, 还有能源消费。 而活动方面的数据呢, 其中包括呢, 到底有多少的容积率, 或者是人口, 或者是所占据的汤地面积, 多少套的住宅。 等等。 住宅有关这方面的燃料消费, 我们比较了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情况。 他看到了他的选择呢, 取决于生物方式和你使用的什么样的这个烹饪工具。 因为这对于进口还有的仰赖, 以及对于价格的影响, 以及二氧化碳排放, 还有健康, 或者是室内污染相关的一体呢,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说就功能功暖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受到这个当年天气的影响, 我们也做气温校准的工作, 我们把特别冷或特别热的那一年的这个能耗进行就温度的校正。 最后谈到运输, 运输行业呢, 这边有最多的数据记录。 我们将它分为不同的这个类型, 包括是行人运输, 或者是车, 货物运输, 另外还通过不同的运行模式, 比如说路运, 空运, 铁运, 水运等等。 而且呢, 在每一种运输模式里面呢, 都可以分为是运人还是运货。 那么在这个不同的活动呢, 我们也收集数值, 包括比如说汽车的库存量, 或者是它的里数, 里程数。 所以我们将它叫, 它简化为PKM还有BKM, 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用汽车的库存数乘以它的里程数, 在乘客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每小时乘客的这个单位。 所以大家在评估上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多少人在这样的凌晨里面用了这样的运输方式。 这边相关的数据呢, 是我们在IEA国家统计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油是最大的能耗来源达到了80%这个所谓。 而且呢, 而且呢, 那这当然是因为它的国土面积, 人文的生活习惯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数据,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分析的内容。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收集这些数据。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呢都收集这个数据,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种它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而且呢, 我们也必须要和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组织相互比对。 当然这些数字的数据的来源有不同的, 包括行政机关提供的, 但是这边呢, 它的方法学可能跟我们用的不一样。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直接的做调查, 那么这一种方法是最有效率的。 也第三是自行进行测量, 它也非常有效, 但是呢, 这个成本非常的高昂, 第四进行这个模型的建构, 但模型建构需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数据。 那么我们在做这选择不同的方法之前呢, 我们要先看资深手上有的数据是哪些, 然后选择最合适的统计方式。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行政部门, 可能包括了商务部, 可能包括不同的这个政府部门, 或者是我们的商会, 行业协会等等。 那么我们要确保它在不同的统计方法上的, 跟我们用通计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比如说用基本上的一些数据, 包括人口, 包括住宅事务等等, 这些都是行政部门可以给我们提供的比较好的, 比较完整的数据。 那么最后刚才讲到了, 我们如果用模型结构的方式, 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可能重复的计算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模型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车型进行分析和分类。 当然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行业, 它的做法可能都有点不一样。 其实其他的国家, 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和它的经验,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国际能源署这边呢, 我们也已经收集了这一些最佳实践, 然后跟每一个国家分享。 让你们可以自行去查看。 我希望这对大家来讲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我们也建立够了这么一个框架, 它讲的是能效的指标。 那么希望能够协助每一个国家, 根据它国家的优先考量的事项和目标, 可以以最好的方法来采集这些数据。 比如说, 我们出版了这份报告, 叫做需求命人数据和能效指标。 这其实呢, 这国家对经济、政治和在地缘, 还有在发展上面的目标达成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也希望在每一个国家, 步行不断地进行能力建设, 解除它们发展相关的工具, 能够提供它们以简单的方式, 直观的方式, 能够来使用这些数据。 比如说, 给大家一个标准化的框架, 比如说, 在住宅的用热我们可以分为冷冻热不同的能源类型来做进行统计。 那么我希望这些介绍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